尼古拉斯·凯奇因为身陷债务危机 过去十多年乱接剧本 导致烂片不断 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据说债务已经偿还完毕 总算出了一部不错的吸血鬼大片 今天就为大家讲解这部 2023年最新奇幻电影《雷恩·菲尔德》 电影开始 男主角雷恩正参加心理互助小组 和其他人一样 雷恩一直饱受老板的压榨 还是不能辞职的那种 因为他的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 吸血鬼伯爵德古拉 这段孽缘还得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当时的雷恩是一名房产律师 为了一个大单子 独自前往古堡 结果被德古拉一眼相中 成了他的仆人 不但从此极深名流阶层 还获得了部分吸血鬼的能力 只要吃掉小童子就能获得一能 但德古拉早就被教会盯上了 这一天遭到大主教和吸血鬼猎人的联合攻击 被困在魔法圈中无法脱身 危机关头 雷恩匆匆赶到 吸血鬼猎人让雷恩不要多管闲事 只要干掉德古拉 他就重获自由了 担心雷恩会动摇 德古拉巧舌如簧 奔威病师 雷恩果然被德古拉说动了 用鞋子破坏了保护圈 下一秒 德古拉化作一团黑烟 把大主教炸成了肉泥 但猎人用弩箭打开窗帘 照射进来的阳光 把德古拉烧成了火人 慌乱中雷恩将窗帘盖在德古拉身上 德古拉虽然捡回一条命 却被烧得面目全非 实力也所剩无几 事后 雷恩搬到了新的城市 为了帮德古拉恢复元气 每天都要外出抓捕新的猎物 这天晚上 雷恩找到一个毒贩的老巢 一番折腾 好不容易打晕这些人 一个飞镖却扔了过来 竟然是地头蛇狼博家族派来的杀手 因为对付普通人类绰绰有余 雷恩没有什么危机感 结果判断失误 被杀手划破了肚子 还要割掉他的舌头 雷恩先用圆珠笔扎伤杀手的脖子 然后急忙吃下一只虫子 获得了超能力的雷恩 一脚踹开杀手 最后用重拳出 打废了杀手的脑袋 晚上 雷恩将猎物 拖回到废弃的医院大楼 虚弱的德古拉 赶紧咬一口试试口感 结果血太难喝了 于是愤怒地抱怨起来 面对德古拉喋喋喋不休的抱怨 雷恩表示道理他都懂 可今时不同往日 随便杀人是很危险的 德古拉听得很不爽 在雷恩的肚子上又划了一道伤口 威胁他以后必须献上美味的食物 面对死亡威胁 雷恩只能点头答应 德古拉这才划破自己的手臂 将血滴到雷恩的伤口上 因为吸血鬼的血液有着强大的治愈能力 雷恩的伤口很快愈合起来 此时的两人还不知道 雷恩今晚的猎杀行动已经掀起了波兰 朗博家族的继承人泰迪 在目睹雷恩杀人后 仓皇逃离现场 途中被女警利贝卡盯上 因为泰迪携带了大量的毒品 只能跳车逃跑 一阵鸡飞狗套的逃窜 泰迪最终还是被捕了 但板凳还没做热 警长就把泰迪放了 还把利贝卡臭骂一顿 说他在查酒驾的时候善离职守 对此利贝卡愤怒不已 几年前 他的警长父亲就是在击毒行动中 被朗博家族的人杀死的 从那时起 利贝卡发誓要将这颗毒瘤连根拔起 但朗博家族盘踞多年 是本地最强大的犯罪集团 除非有足够的证据 否则绝不可能撼动他们的地位 泰迪的母亲对儿子被抓十分不满 他教育泰迪 必须让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只有足够心狠手辣的人 才有资格继承他打下来的基业 为了找到泰迪的犯罪证据 利贝卡和搭档来到毒贩的老巢 在这里 利贝卡找到了雷恩遗落的圆珠笔 笔身上写着一家酒吧的名字 此时的雷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惹上了麻烦 看着正在聚餐的修女 和刚刚进来的拉拉队 雷恩的内心很纠结 不知道要带哪个给老板当宵夜 利贝卡和搭档赶到酒吧的时候 泰迪和手下也一路追踪到这里 准备给利贝卡一点教训 雷恩终于做出了决定 带着迷奥跟在拉拉队后方 正准备动手 利贝卡和搭档却走了进来 雷恩只好收起装备 打算从后门溜走 不料泰迪已经带领人马到了门口 雷恩准备吃虫子 却被突然响起的枪声吓了一跳 装虫子的铁盒也掉在地上 罪犯来是汹汹 雷恩决定先暗中观察一下 泰迪让所有人都别动 他的目标只有利贝卡一个人 尽管生死一线 但利贝卡和父亲一样视死如归 雷恩被利贝卡的勇气打动 决定出手 刚好飞来一只苍蝇 雷恩吞下后 成功帮利贝卡脱离险境 随后两人开始了反击 雷恩身手敏捷 凭借神走卫躲过子弹攻击 利用餐具 桌子这些身边的东西 给予敌人致命打击 很快 泰迪的手下死得七七八八 他则负伤逃离了酒吧 其中一个手下想偷袭雷恩 利贝卡察觉后 眼疾手快把他也干掉了 危机解除后 躲在桌子后面的顾客 对雷恩的建议勇为赞赏不已 直呼他是大家的英雄 利贝卡见雷恩身手不凡 误以为他是退伍军人 雷恩说他确实参加过世界大战 当然利贝卡没有当真 以为雷恩是在开玩笑 被人当成英雄的感觉真美妙 雷恩被夸得有些飘飘然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德古拉的呼唤声 将雷恩无情地拉回现实 回去后 德古拉告诉雷恩 自己制定了新的人生目标 既然无法适应现在这个世界 那就让全世界适应他 总之他要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听了德古拉的宏伟蓝图 雷恩并没有感到欣喜 内心反而充满了不安 他又去参加了互助会 想尽快摆脱这段有毒的关系 听了雷恩的讲述 大家只把他的经历 当成了普通的职场磨难 治疗师安慰雷恩说 你的老板是典型的依赖症 一个自恋者会尽一切所能降低别人的自尊 其实你才是真正掌握力量的那一方 专注你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你老板的 这样你会获得更多的力量 听了这番话 雷恩豁然开朗 决定好好为自己活一回 离开互助会时 大家还送给雷恩一本心灵鸡汤 接下来的日子里 雷恩租了一间公寓 亲自装修 还开始购物 尝试美容 主动和邻居母子交流 为了帮助利贝卡扳倒朗博家族 雷恩还去警局做了笔录 利贝卡将捡到的圆珠笔 带给在FBI任职的姐姐 想通过DNA检测找到凶手 而与此同时 朗博家族的掌舵人艾拉 已经注意到雷恩 并找到了雷恩经常活动的地方 也就是那栋废弃的慈善医院 艾达夏达追杀令 要让雷恩在一天之内领盒饭 泰迪自信心爆棚 亲自带着一匹人马 前往废弃医院 一群愣头青 哪知道这里可是吸血鬼 德古拉的底盘 见到被吸干血的尸体 泰迪瞬间就吓坏了 手下全被德古拉杀死 泰迪捡起手下的电话 想让母亲派人过来 结果还没说到重点 德古拉就出现了 泰迪虚张声势地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话说一半就被德古拉掐住脖子 德古拉问他 是不是教会派来的 泰迪解释说 是来找手机里的这个男人 也就是雷恩 他帮着警察和无辜群众 在酒吧杀死了自己的手下 雷恩出格的举动 让德古拉愤怒不已 给了泰迪一拳后 变成一群蝙蝠飞出了医院 结束完开心的一天 雷恩心满意足地回到公寓 然而一开门 德古拉已经等候多时了 德古拉看着焕然一心的雷恩 骂他过河拆桥 要是没有自己 雷恩只不过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房产律师 是自己给了雷恩力量和前途 指责雷恩不该用自己赐予的能力 反过来伤害他 快要顶不住时 雷恩拿了那本心灵鸡汤 想稳住自己的内心 遗憾的是德古拉太强大了 一把夺过那本书 在背面发现互助会的标志 紧接着就消失不见 担心互助会成员有危险 雷恩匆匆赶到 劝说大家赶紧离开 众人一头雾水 以为雷恩又被老板刺激到了 说话间大门缓缓打开 德古拉闪亮登场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缓缓升至半空 雷恩跪在地上 请求他不要伤害这里的人 然而不管雷恩说什么 德古拉都不为所动 雷恩想阻止 却被德古拉打飞了出去 手无腹肌之力的平民 根本不是吸血鬼的对手 眨眼间都被德古拉血腥掠杀 看着满地的尸体 雷恩悲痛不已 德古拉告诉他 这就是背叛自己的代价 利贝卡赶到现场时 只剩雷恩还活着 虽然不敢相信 但利贝卡还是按照程序 把雷恩作为嫌疑人带回警局 然而还没等他们离开 朗博家族的人已经找了过来 原来搭档背叛了利贝卡 偷偷联系了艾拉 更没想到的是 警长忌惮朗博家族的势力 也和他们沆瀣一气 艾拉要的人是雷恩 利贝卡假装配合 然后趁其不备 开枪射击路边的电线杆 之后冒着枪铃弹雨 带着雷恩逃离了现场 这下利贝卡成了警方要通缉对象 另一边 德古拉返回医院后 决定和朗博家族合作 打造一支死亡军队 把看不顺眼的人都干掉 泰迪非常激动 决定带德古拉去见自己的老妈 利贝卡肩膀中弹 醒来时已经躺在雷恩的公寓中 雷恩解释说 护助会成员不是他杀死的 自己是德古拉伯爵的仆人 负责到外面寻找猎物 杀死后供德古拉享用 得知真相的利贝卡失望不已 原来雷恩根本不是什么英雄 争吵间姐姐打来电话 说DNA结果已经出来了 圆珠比的主人 与几十年前世界各地的杀人案 都存在关联 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 那这个连环杀手 现在已经是个70多岁的老头子了 利贝卡看着雷恩 知道姐姐口中的凶手就是他 尽管如此 利贝卡还是心软了 告诉姐姐雷恩的本性并不坏 因为情况有些复杂 姐妹俩约好在咖啡馆见面 到时候再详谈 不料两人刚出门 警察和朗博的手下找上门来 情况紧急 为了找到小虫子 雷恩把花盆翻了得遍 最后总算在邻居小孩的宠物箱里找到 一番狼吞虎咽后 获得力量的雷恩挣脱手铐 一拳打一个 与此同时 利贝卡也和敌人开始了枪战 雷恩扯断一个人的胳膊当作武器 无情地甩到敌人身上 一瞬间鲜血横飞 眼看利贝卡陷入困境 雷恩将断臂用力甩过去 直接刺穿敌人的身体 之后又是一个飞踹 把敌人的身体砸成了番茄汁 经历生死之战后 利贝卡再次认可了雷恩 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被艾拉和警长看在眼里 派出去的警察全军覆没 这让警长十分恼火 扬言不再和艾拉合作 警长愤然离场 结果刚出门就悲剧了 艾拉听到声音回头一看 警长的脑袋像皮球一样 从门口滚了进来 泰迪的手下抬来一口石棺 里面正是德古拉 利贝卡和雷恩在咖啡店等了很久 但姐姐一直都没有出现 打电话过去 那头传来的却是艾拉的声音 他抓了利贝卡的姐姐 要依次引出他和雷恩 这次利贝卡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狼博家族 还有更强大的吸血鬼 雷恩让他不要冲动 人要救 但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在太阳下山之前 利贝卡买好枪支弹药 雷恩则买了很多虫子 准备好木桩和十字架 两人一起来到了 狼博家族的大楼 艾拉淡定地站在二楼 显然早有准备 原来泰迪和一群手下 都已经被德古拉转化 他们只要吃下虫子 就能获得和雷恩一样的能力 几个手下一跃而下 雷恩上前肉搏 利贝卡在一旁辅助 虽然雷恩的实力在他们之上 但架不住人海战术 一时半会无法脱困 这时泰迪盯上了利贝卡 在一能面前子弹布置一提 就在泰迪咄咄咄逼人时 雷恩赶了过来 他让利贝卡去救姐姐 泰迪则交给他来处理 利贝卡来到埃拉办公室 他却把窗帘多拉了下来 德古拉出现了 蛊惑利贝卡加入自己 见他不为所动 德古拉又把浑身是鞋的姐姐 拉了出来 哄骗利贝卡只要他加入 立马让他的姐姐满血复活 还在恶战的雷恩 提醒利贝卡千万别上当 然而利贝卡的意志已经动摇 为了阻止这一切 雷恩紧急吞下虫子 然后拼尽全力踹到泰迪身上 巨大的冲击力 把他的肋骨全部震碎 血液喷射而出 解决完泰迪 雷恩跌跌撞撞地找到利贝卡 让他不要相信德古拉的谎言 可利贝卡却说为了姐姐 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看着利贝卡投入德古拉的怀抱 雷恩彻底绝望了 德古拉一脸坏笑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假象 利贝卡启动按钮 打开四周的窗帘 德古拉在阳光的灼烧下 痛苦尖叫 化作蝙蝠飞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此时 雷恩已经没有力气再战斗下去 利贝卡在黑暗中警戒 但德古拉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利贝卡 飞到半空中 就在德古拉想转化他时 一声枪响 利贝卡开枪击穿了德古拉的脚掌 流出的鲜血 恰好滴在雷恩的脸上 快速复原后 雷恩捂住德古拉的嘴 成功拔掉他两颗尖牙 但新的牙齿很快又冒了出来 雷恩想起互助会上 大家对他说的话 决定克服恐惧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雷恩的勇敢 出乎德古拉的意外 雷恩将德古拉打倒在地 一阵拳头伺候 但这样做并不能杀死德古拉 这时 利贝卡发现一堆违禁药物 想起雷恩之前提到的保护圈 决定根据网上的说法试一试 没想到真的有用 德古拉和雷恩打斗时 不小心来到保护圈的位置 被钉在里面 雷恩和利贝卡拿来工具 把德古拉救地之解 防止他再次复活 雷恩只留下一瓶德古拉之血 其他部分都混进用圣水浇灌的水泥块里 再扔进不同的下水道 故事最后 雷恩终于获得自由 而在德古拉之血的作用下 利贝卡的姐姐和惨死的护助会成员 也都全部复活了 至于朗博家族则被警方抓捕 作为一部B级恐怖片 狂洒血浆 皮肉分离的镜头属实不少 就连吸血鬼的造型都有好几种 比如满脸烂肉的德古拉 苍老虚弱的德古拉等等 总体而言影片的质量在水准之上 最有意思的是致敬了很多经典老电影的形象和镜头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请你订阅点赞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